这名女生牢牢被绑在四方阁内的椅子上 整个人还被翻转过来 另一边这对男女在四方阁内外拉扯互相挥压 无论你是否看明白 其实这是一则角树 施虐者 被虐者 还有在一边旁观者的故事 我们常看见一些战争和大灾难的照片 看过之后还是如常吃饭 睡觉 在面对暴力事件 一般人到底会如何应对 现代社会的冷漠 旁观者的麻木不仁 是许俊杰编导曾经发生一些相似的事情的最初冲击 来自香港小龙凤舞蹈剧场艺术总监的许俊杰 和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舞团艺术总监黄志雄合作 以两个舞蹈作品《城乡寺》与《城京》 探讨现代人的漠然 表演将会在2014年10月11号12号晚上8点半 在DPAC黑箱剧场演出 两个作品将会由香港特约舞者李廷新 和DPAC舞团舞者张凯森 周子兴 陈巧涵等人合作演出 在中国公司上大臣的名称 旅行中心舞者张凯森 冬天探访 冬天探访 冬天探访